2014年 王首英在微博上发布了头顶电风扇 身披麻指袋 还有耳带青菜叶的自拍照 自称仙女 立志成为中国的可可香奈儿 没想到这个微博让她一炮而红 微博粉丝是一下蹿到了几十万 媒体采访 品牌代言和时尚公司的邀约是不断了 刘嘉玲 张卫健等大咖 也是称赞她是来自农村的天才设计师 那么王首英这个设计师的梦想到底算实现了吗 有一句话我特别赞同 梦想是每个人的权利 无关乎自己的出身 所以我们都支持你的梦想 你觉得现在你的梦想实现了吗 我觉得实现了一半 为什么叫一半呢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喜欢我了 所以实现了一半 但是还没有多层商品出来卖 所以只能说一半 今天是不是也带来了很多自己设计的服装来到现场 是的 那我们能不能再大饱眼服一下 让模特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可以的 来来来 掌声有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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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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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